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桑 前两天呢有粉丝问我 敢不敢自报一下我最近读过的好书 哎呀我一想这事吧 还有点铁难为情的 毕竟有句俗话说的好吗 你的气质里面藏着你读过的书和你走过的路 这个我一想虽然我没什么气质吧 但是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读过的好书 这点厚脸皮我还是有的啊 当然呢我的书单里面不全是数理化 这样子的科学类的书啊 还有比如中国陶瓷 我本人呢是特别喜欢古陶瓷的 乳观歌军定 我呢特别喜欢的是歌谣 金丝铁线子口铁足特别的漂亮 虽然说买不起啊 只能看一看 又比如说像每天懂一点色彩心理学 还有三天学会铅笔画 这个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做视频剪辑呢 需要一些动画线条的灵感的 我需要补充一下我的知识 又比如说像感悟人生这一本 里面呢都是一些插画类的语言 但是呢讲的都是一些大道理 这个道理呢非常的深刻 你想想我天天啊处理这数理化类的 这样子的内容很头疼的 我需要这样子的书来洗涤一下我空灵的思想啊 对吧 但是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今天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读过和再读的 适合跟大家一起探讨的科学类的好书 首先分享的两本书呢很可爱啊 也很小 叫做跟动物交换身体 这两本书呢是上下册的 很小啊 我们传统的书这么大 这本书就这么小 但其实呢这书很有意思啊 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呢 我就有这么一个想法 假如说我们人类和某一种动物 比如说像鸟 互换一下身体会怎么样 后来偶然那次机会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作家 一个画家 他呢就把人类的身体和动物类互换 比如说像这个乌龟啊 人类长了一个乌龟壳 其实人类在进化的历史当中呢 就是有很多是合理性和非理性的 假如说人类长了长脖子 又会怎么样呢 有个作家就把它给画出来了 而且呢他不是胡画的 他是通过骨骼通过进化来告诉你 他为什么是这样子进化的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通过骨骼来看一看 人长了恐龙的样子之后是什么样子 这个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呢 既是一个学习生物的一个过程 也展开了我们的思想 然后另外两本呢 我很喜欢 本叫欢乐数学 另外一本呢叫做疯狂危积分 可爱的插图 来告诉你数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要学习数学 这本书呢 我是特别推荐小朋友去读的 因为里面讲的都是一些非常基础的一些游戏 通过游戏呢来告诉你数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里面确实比较基础啊 所以说呢我都是给我儿子看的 然后这一本书呢因为危积分很枯燥的 尤其是莱布尼茨和牛顿 他们俩之间那些事 然后到现在危积分到底是归谁呢 符号为什么这样的符号呢 什么是微分什么是积分 我们上学的时候啊 老师讲的特别的枯燥 他只告诉你怎么样去应用 怎么样去套公式 但是呢他并没有告诉你 这个原理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这本书呢 他呢就通过一些故事来告诉你 什么是微分什么是积分 包括符号的来源 包括像具体怎么样应用的 对 如果说你已经非常深刻的学习了微积分 那么这本书呢对于你来说是 可以当故事书来看 然后呢另外两本 这一本人类知道太多了 和一想到有95%的问题留给人类 我就放心了 这两本书 这两本书其实比较有意思就是 它是首先提出问题 比如说还有另一个你吗 就是平行宇宙的你 如果我被吸进黑洞会怎么办 为什么我们不能瞬间传送 这一本书呢 讲的稍微的详细一些 总共就18个问题 讲的是什么是空间 世界有几围 宇宙有多大等等等等 总体上来说呢 这两本书是有关于物理的 还有一些大家对于物理应用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不解现象的一些解释 而且很难能可贵的是 如果你给一个普通人去解释这些物理现象的话 需要从公式啊 再去套另外一个公式等等等等的 然后再去解释这些现象 别人听就听晕了 但是这两本书呢 它会直接了当的用非常简洁的语言来告诉你这些问题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呢这本书叫做元素的盛宴 坦白的说啊 对于化学来说 我其实读的书倒并不多 但是这本书我还是蛮喜欢的 我们从小啊就学 青海里皮鹏 炭炭养肤奶 等等这些个元素 然后呢 每一个元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每个元素能干什么呢 我们其实上学的时候并没有系统的去讲 然后这本书呢 它是通过把一些元素给它进行一个归类 然后呢 作者就通过每一个故事 让你了解这些元素在现实生活中 它到底是怎么样应用的 所以说呢 这本书啊 我觉得并没有告诉你 你要怎么样去学习化学 它呢是通过化学的故事来告诉你 化学能干什么事 很好 然后呢 万物的终结 从小呢 我也很喜欢去思考 我们从哪来 宇宙从哪来 你既然有来 当然就会有一个终结 有个终点 对吧 那么这本书呢 这个作者呢 他呀有个抬头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 叫做宇宙灾难鉴赏家 这个一下子就把我给吸引住了 你说宇宙灾难我能明白 鉴赏家我能明白 宇宙灾难鉴赏家 这个词我还是第一回听见 然后呢 这个作者呢 就告诉了你 宇宙会怎么样的终结 从终结 我们可以了解到 现在的物理 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程度了 当然可能还会有 未知的终结方式 因为我们还没有触及到 更深层次的物理边界 其实下面这几本书啊 都比较相似 叫做一分钟物理 还有物理军大冒险 比如说像我孩子吧 他经常会问我一些 稀奇古怪的一些知识 爸爸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为什么气球飞不到外太空 你说这个东西吧 你要是给他讲的太详细的话呢 他反而听不明白 但是这本书呢 每一个问题 基本上一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给孩子解答了 所以说呢 这本书对于家长来说 特别特别的好 这本书呢 比较的专业一点了 因为它里面讲的 全部都是四大基本作用力 我们现在都知道 现在的物理基本的模型 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里面呢 还是有很多很多 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的现象 比方说引力 为什么会跟其他的三种力不一样呢 然后量子力学就把引力 把它归类到引力子里面 试图呢 把所有的这些力给大一统 大一统呢 也是整个物理学界的一个终极的目标 这本书呢 就是讲这几种基本作用力的 然后剩下的三本 我还没有拆封 全部都是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得主的书 那肯定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权威的 这三本书呢 也是到现在 我一直还不敢去拆封的书 因为比较的有信仰嘛 我呢也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看完的啊 当然呢 也不也算不上是一目十行 最起码也是把里面的一些细节 都给有看到有观察到的 因为我们的人类的知识 人类的物理啊 数学啊 还没有一个镜头 像三体里面讲的 我们人类呢 是有科学边界的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些物理学 有没有边界 如果有边界的话 是否会颠覆我们现在的整个物理体系 是否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的人生 包括整个的世界观 但是呢 我相信人类啊 正是因为在不断不断的进一步 物理数学和化学 等等这些基础类的科学类的门类 才能够一点一点向前推进的 坦白的说啊 当我把这些书拿出来 准备拍这个视频的时候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吓一跳的 不是很多 但是呢 这个高度还是可以的 那么问题来了 你最近又在读哪些好书呢 还有明年 你准备读哪些好书 记得跟我分享一下 有机王 我是阿桑 一个把知识从冰箱里 拿出来的男人 请不吝点赞